自信本具的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向好 在哪里呢 在变法界续空间 我们在华藏时期 在极乐时期 在祝福暴徒里面看到 自信宫的美好的那一面 我们讲正面 从六道三图里面 我们看到自信本具功德的负面 正面是本有的 负面是扭曲的 本来没有扭曲的 为什么会扭曲的 是变的 我一心所信 我一失所变 实不是好东西 舍里头 有伦理 有道德 有因果 能离到的因果 都有正负 两面 正面 果报是天堂 负面 果报是地 可是自信里头 两边都没有 正负 两边都没有 这个要懂啊 释法没有 佛法也没有 因为实变出来的 里头就有释法 跟释法相对的 就出现个佛法 佛用佛法来迅速法 来教导 释法 希望释法 回归到佛法 这是佛陀教育 我们修佛的人 不能不知道 知道之后 不能不深入 进藏 深入进藏 不是让你 做很多经论 也不做够了 怎么深入 一遍一遍的 进度 多一百遍 你有些一定的深度 多一千遍 你的深度就更深 一千遍的人 他的善巧方便 决定超过一百 念一百遍的人 那如果再念一万遍的人 他的智慧的时候 肯定有超过一千遍的人 深 没有底线 无限的深光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大车道 鸣心见心 你功德就圆满了 这个时候 释出世间一切法 不必要全通它了 一看 明白了 一听 明白了 一进出 明白了 这么学问 不可思议 人人都有份 不信 就没份 对他怀疑 就没份 对他怀疑的人 你认真 努力 修复 金金不屑 你到最后 所学的 是佛教的知识 不是智慧 你读得多 记得多 叫记问知识 儒家讲 不足以为人死 你没有能力 帮助别人 开悟 这都重要啊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根源上错误了 那就错到底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从根本上产生错误的人太多了 不是佛法有问题 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啊 我学了十年 学了二十年 学了四五十年 为什么还不开悟 那佛法人开悟是真的吗 越来越怀疑 越怀疑 障碍越重 到最后 依旧高流到轮回 再要埋怨 现在佛法不灵 那就罪上就加罪了 麻烦可大了 真正聪明人 觉悟的人知道 过失都在自己 外面 没有过失 会能说的 在六祖参见讲的 若真意修道人 不禁世间过 为什么不禁世间过 今天量子学家告诉我们 世间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 它有什么过 我们看到以为是过 是自己的过 不是他的过 这个道理可深了 一般人听不懂 一点都不加了 会议修行的人 叫借假修真 这句话意思很深 假是什么 世间是假的 设法借一真装严 确实是假的 我在假地修真 怎么个修法呢 我不见世间过就真 真对我就见到了 我要见世间过的时候 永远见不到真 如 无论